马东西当想走出自己的牢房 却被一根80公斤的铁链牢牢锁住 他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挣脱 好在大壮的钥匙还挂在门上 可由于马叔的身材过于撞手 背手开锁石钥匙掉到了地上 吓得大壮赶紧装死 马叔用脚将他踩起 示意让他快起来打开面罩 迫于马叔的淫威 大壮只好乖乖为他开锁 随着面罩被成功卸下 一只脱缰的猛兽呼啸而出 大壮趁机慌忙向外逃跑 另一边监控室里的两个狱警 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 原来这一切都是有人在幕后指使 某金主开出30万元酬劳 买下马叔的马命 为了抢夺这个悬赏机会 还没等找到目标 众囚犯在走廊里先掐了起来 看到如此景象马叔也是一脑子问候 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抡起拳头就一路揍了过去 囚犯们这才反应过来目标已经出现 纷纷朝着马叔冲了上来 然而这种虾兵蟹将 怎能挡住马叔 凭借灵活的闪避和超强的致命一击 马叔轻轻松松干掉了冲上来的敌人 可就在这时 几个囚犯突然从后面抱住了他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压上 这让马叔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